好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任期 直到明年的十月 外界不斷關心 明年競選國民黨主席的會是誰 其中台中市長盧秀燕呼聲很高 不過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日前受訪時表示 朱立倫未必會跟盧秀燕來爭這個 但今天黃建廷受訪又強調 這只是他個人的意見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個人的想法 就是主席有跟您分享過這個想法嗎 他也不知道我要上節目 所以之前有跟盧秀燕市長聊過這個部分 沒有 沒有 我很單純認為 黨內要建立共識 那朱立倫主席 他不會以個人的角度 來做這個思考 所以 那個是我個人的感覺 強調當時只是舉例 如果黨內有共識 盧秀燕也願意參選 他個人認為朱立倫不必然會競爭 但黃建廷也在被追問 是不是已經和盧秀燕有所共識 他也說那只是假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寶貝 致提供